习近平跟普丁见面了 然后拜登哭了 欧洲要笑了 拜登哭是因为川普上来了 川普说 我只要当总统 24小时俄乌就马上和平 习近平没办法24小时和平 川普搞不好可以 前面有个习近平 后面有个川普 对那你拜登往那边跑 不是因为习近平去他哭 可能是拜登看到川普说 要当和平的总统 他压力更大 这位川老先生 搞不好会跟拜老先生 再来一场较劲 对啊 真的是很有戏 当然这个拜登 这个很敏感的问题了 如何看待习近平去拜访普丁 说真的 我真的觉得拜登还蛮难堪的 因为谈不谈的城市一回事 但是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全世界左看右看 哪一位领袖 可以在俄乌之间讲得上话 对不对 没有别人啦 只有一个 没有川普说我也行 我跟拜登很熟 只有两个是吗 他说我也行 就是你拜登不行 所以我认为 这个习近平跟那个 跟普丁两个奏求给川普 两个奏求给川普 川普同路人吗 所以你拜登后面有这个川普的压力 我觉得只要说桥的差不多的话 我看这个越到拜登选举的时候 拜登压力就越大 对啦 那个重点是他要选嘛 所以这个国内有国内的问题 国外有国外的问题 他不见得施得上力 那这个拜登跟这个习近平 这个不是 这个习近平跟这个普丁见面 你知道他能怎么办 他也只能讲这个到时候再看 翻译成白话文 走着瞧 我看到今天也有媒体 就直接写走着瞧 这翻译过来的问题 走着瞧 当然语气不太一样 你知道他怎么办 也只能够先来唱衰一下 其实我个人看法 我觉得当这个习近平抵达 这个莫斯科的这一刹那 我觉得拜登其实就已经输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习近平 还是真的是展现了全球 这个独一无二 不是独一有二 才会刚才讲川普 川普也是对不对 就是说他至少 这个他可以跟普丁 这个时候谁能够跟他讲上话 他同时跟普丁 跟这个泽伦斯基都讲上话 还有对于这个习近平 去访问莫斯科这件事情 国际间左看右看 哪一个国家 这样直接了当的批评 包括乌克兰 泽伦斯基都没有啊 对不对 他讲这个 关于这个中国方案 中国立场 有些东西他不同意 但他有去批评习近平 跟普丁见面这件事情吗 那我要请这个委员 稍微谈一下 你看到这个事情 真的是炸锅 在美国媒体内部不得了 各式各样的一个 重磅的一个评论 像纽约时报说 习近平是寻求联俄 削弱美国地缘 政治上的优势 此行是中国至今 挺俄最露骨的展现 最露骨的展现 当然他们有讲到 很重要的 对于这个世界和平的 一些促进等等 斯坚怎么说呢 普丁邀请习近平到访 希望从中国获得 武器丹药 高科技产品 还有这个更多的贸易等等 但是中国在资深考量之下 普丁的中国愿望 请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基本上还是一个 畅衰的一个概念 对不对 就是不看好 那华盛顿邮报说 两者寻求的都是 挑战西方霸权 这就是挑战我大美国的霸权了 但求在习近平手上 习近平访恶呢 展示中国全球地位 让普丁认清楚 谁是老大 是否让全世界认清楚 谁是老大 然后NBC有报道 一个月之前 美方就已经率先公开 说中方考虑送武器给俄罗斯 但还没有迹象 说中国已经决定这么做 NBC好像这个 好像比较持平一点 那苏利文说什么呢 他说美国鼓励习近平 跟泽伦斯基对话 希望对话 能够让中方打消 提供致命军援 给俄罗斯的念头 当然还是锁定美国的口径 中国大陆 你习近平根本不安好心 有没有 一方面讲这个撮合 一方面不断地 把这个武器提供给俄罗斯 但好像提供乌克兰 很多武器的是美国不是吗 然后白宫这几州 又有一种说法 说白宫这几州 又想要放软 中国考虑军援俄罗斯的说法 因为不想过度刺激北京 那据说高层有内部的辩论决定 不公开 这个很多情资 据说手上有很多 但是这时候不想太刺激北京 所以没有公开 所以这个委员你看到 这个西方的评论 大致上也不让人意外 你怎么看待 他们的这种各式各样的唱衰 是不是反映了某些内心的 一些担忧跟恐惧 我来打个比方 待会节目结束 韩濱只找教授去吃羊肉炉 我一定会说 那个羊肉炉那店很脏 怎么请他去吃呢 所以羊肉炉里面的肉都是坏的 而且韩濱请严老师吃 一定不安好心 对 一定不安好心 该让严老师胖 对不对 而且脂肪太高 严老师赶快喝两口水 我这样比喻合不合理 就吃味嘛 吃味就是酸盐酸鱼 纽约时报在这个问题上面 当那种酸民也不是第一天 西战内也经常当酸民 华盛顿邮报MC 哪一个不是酸民 不过我倒是觉得 我是正面看待 这个泽兰斯基 他的办公室主任谈话 意在言外 他在告诉习近平什么 你在满足俄罗斯的利益的时候 记得也要满足我的利益啊 对不对 他的利益满足 你满足我的利益 哎呀 我们就不要 他是这个提点 对不对 我在乎的是这些 他没有说 你只能满足我乌克兰利益 不可以满足俄罗斯的利益 没有 他说你满足俄罗斯的利益 不行不行 你要满足我的利益 后面不好意思讲嘛 再来第二个 他说必须俄罗斯撤出乌克兰旗 那他的言外之谊说 俄罗斯如果撤出的话 我乌克兰军队受不定 也可以撤出乌冬啊 对不对 这很多国际上 这个颜老师看过 很多利益都是这样子嘛 就是各自撤军 各自找楼梯下 然后就搞一个中立的 什么非军事区 对啊 对啊 然后对一些会不承认嘛 对啊 那所谓的这个敦内斯克 或者是这个卢干斯克 搞不好就比较北爱尔兰嘛 北爱尔兰表面上 主权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大英帝国 不内颠的 可是上次所谓的圣诞节的条约里面就是 南边的爱尔兰共和国实质上在管制北爱尔兰 因为现在北爱尔兰又可以跟欧盟做生意啦 所以这个东西怎么安排都各有楼梯下嘛 英国说你看看是我的主权啊 领土啊 那爱尔兰共和国说 那个是我们可以管的啦 那这个北爱尔兰政府说 我两边都可以接受啦 对不对 就问题要解决了嘛 所以 慈兰斯基没有并没有把话说死哦 只说哎 习主席啊 看过来看过来 我这里要什么 对不对 所以在开条件的阶段 那纽约时报 他说 至今挺二最露骨的展现 那等到他跟慈兰斯基通话 或者视讯会议 又开了三四个小时 纽约时报要不要想说 此次通话 是中国至今挺乌克兰 最露骨的表现 不是很尴尬 对不对 好了 那CNN已经在这讲啦 你看中国不会满足 普丁的愿望清单 不是已经讲白了吗 对不对 那既然中国不会满足 普丁的愿望清单 那你美国急什么 但委员我想问一下 当然就是说 全世界还是希望和平 尤其是欧洲已经受够了 真的是受够了 所以这个泽伦斯基 当然他有自己这个内部 鹰派 他个人的政治前途的考量 更何况后面还有一个老大哥 很凶的这个美国 所以你觉得呢 这个大陆的外交工作没有错 他非常的绵密 非常的细致 那万一 就是说这个和平方案 你觉得这个泽伦斯基 有任何点头的可能 我们不要讲这个和平方案接受了 就是光是这个 在莫斯科去跟泽伦斯基 通话这件事情 光是形势上的识破天竞 我们先不要讲内容 习近平如果能够在莫斯科 跟他这个通话 或是视线的话 哇这形势上已经不得了 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 美国会允许吗 过去美国国务院 一定会发表 大陆的人权问题 那后来呢 大陆也有回敬他一个 我到处去收集你 所有破坏人权的问题 包括美国特别对少数民族 他到各地小地方报纸报道什么 所有都抓起来集成一册 你美国人权也很有问题 所以确实美国最近 也因为很多事情都藏不住了 包括警察的暴力 包括族群的冲突等等 都献出来 所以这个是大概你都可以讲 他的整个制度 我们以前讲说民主是不是 好像视为了 或民主出了一些逆转 现在不是 现在是说民主崩溃了 这个democratic collapse 所以有这些很大问题 他一定是操言教授论文 另外很有意思的 是美国常常强调 对不对 我们刚刚讲民主等等 他自己有问题 那另外一个就是 遵守国际社会的这种秩序 Rule Base有规则的 结果美国 你看现在去搞这个 俄罗斯去普丁说 国际刑事法庭要来 美国是最不遵守 国际刑事法庭的 因为国际刑事法庭过去 一直要把美国在阿富汗 还有在伊拉克的问题拿来 美国绝对不接受 美国根本不接受 那你现在 这个是你看不起的一个 国际单位国际组织 你现在又觉得说 可以拿来用来对付普丁了 所以我觉得美国 这个双方标准是 医治存在 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代谢不平衡 皮肤状况变差 旺旺推出的梦梦水 就是要解决 大家烦恼的好帮手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也欢迎大家扫 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点购网站订购 唷优优独的一容 这次我们下车给大家看 我们下车的胃爪 好帮我们下车争